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香港人要說一些大陸人民說不到的說話 這個是我們的優勢 從這個3D肉蒲團的賣座 是不是 這個是打破了香港港產電影 大哥最近近年來沒試過 是不是 你不要管這部電影的內容是什麼 局長你都應該去看看 是不是 這個是 反映了一件事就是 香港要做一些大陸做不到的事 這個優勢在這裡嘛 3D肉蒲團它可以拍嗎 是不是 不行 你可以拍嗎 那個自由度比它大很多 很簡單的例子 這個對我們有一個啟發 是不是 我們在香港聲援劉曉波 喊魅魅 是不是 大陸不行就要拘捕 是不是 香港要做一些 大陸做不到的事 說一些大陸人民說不到的說話 在廣東省的十二五規劃裏面 它列出幾個 就是廣東省和香港 澳門合作的重要平台 就是整個規劃 你看到未來整個廣東省的都會都會利用香港的優勢 促成 越港 在經濟交通生活的整體融合 我們的政務司司長曾經提出什麼 透過貫徹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 令到香港和其他省區的交通網做到無縫連招 從而吸引更多國內外投資者和專業人士 到達朱三角也都為兩地的居民創造更可生活空間 即是香港很多高官和富豪巨股 其實 在他們的眼前裏面 有一個 叫做朱三角共榮圈的願景 是吧 未見成果 大家都已經如痴如罪 但我又想問 對香港的普羅市民 究竟帶來什麼好處 是吧 所謂越港的融合 不僅僅在經濟上 是吧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真的很不融合 政府 財閥 他都要利用內地的經濟發展的那個 優勢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好處 益一下我們 是吧 但到頭來結果呢 就未必益到我們的 是吧 所以 反為現在越港之間 兩地人民的來往密切 包括 通婚 包括 現在的大陸孕婦來香港生兒子 包括那些所謂內地來香港 就是定居的那些所謂新移民 和香港之間 即是族群之間的關係 撕裂等等 香港政府就視而不見 但是在經濟上 哇 你就不斷說融合 但是這些文化上的差異 族群的撕裂 是不是 那些人 就是 那些人 包括他的子女 將來都是在香港 學習 工作 以及發展 是不是 我們去歧視這些人 甚至乎那些族群出現撕裂 就因為派六千元 都已經出現撕裂了 你是沒有 去想辦法去補救 是不是 當然我們不是說內地和香港的融合 即是經濟融合是沒有必要的 喂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 香港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 大陸現在在搞社會主義 就是搞市場經濟 還比香港還要油 是吧 搞得比香港還要油 該融合的他就會融合到的 喂 港商在裡面賺到錢 他就要去賺錢的 剛剛才 找到錢可以回歸香港的社會 這是另一個問題 是不是 即是現在那個經濟融合 或者在其他方面 那個就是內地和香港的所謂融合的結果 是不是我們想見到的 特別是我們見到現在那個文化上的差異 喂 老實說 你在上海 磁浮列車 高樓大廈 硬件一樓 繼續有人排 即是乘工車不排隊 隨地套壇 在電梯裡面湊煙 是不是 喂 香港很多優勢的 是不是 我們香港在尖沙咀看到 一間名店全世界 那個turnover最高的 就是在尖沙咀 光顧那些全部都是內地的 那些富貴同胞 那是不是從這些現象看到 內地現在很富貴呢 當然不是啦 貧富懸殊一小撮人 我們香港花二百萬 這個對香港人造成什麼影響呢 是不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進來的時候 那些售貨員一定要 找普通花 接待你 不懂普通花 你不用擾 是不是 必供必敬 因為我賺你錢 走出門口就罵你了 吊磚杯就罵你了 憎人富貴 厭人貧 你窮那些內地 來香港那些人 就被人歧視 這樣一個社會 政府不去謀求補救 撫平 這些族群的裂行 是不是 天天又發了那些春秋大夢 是不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要找緊十二五機遇 發展經濟的香港 老實說 我們有很多事要做 要找緊機遇 現在甚至乎我們這些 中文顯字用字 都已經很共產黨式的了 什麼落實 明明有實現實淺 實行不用 就要落實 我看到這些文字 我就上頭了 我告訴你 我們的中文 都被他融合了 現在 包括 我們局長 有時候那些口頭禪 都融合了 去得大陸多了 可能是 是不是 老實說 找緊十二五機遇 發展經濟的香港 相信會在十三五之前 就淪為 點綴繁榮 幸福大廣東的 一個小城市 多謝主席 主席